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仁因滥用职权收取贵重礼物及好处 被新加坡高等法庭判处监禁一年 成为新加坡历史上首位因贪污罪而入狱的前部长 现年62岁的易华仁一共面临35项指控 其中34项是根据新加坡刑事法典第165条文提起 指控他在担任公职人员期间收取价值不菲的礼物和好处 另外还有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 根据法庭的文件 易华仁从两名商人朋友手中 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 收取了价值超过40万新元约130万令吉的礼物 这些礼物包括世界一级方程式F1新加坡大奖赛的门票 和昂贵的贵宾区套票 以及价值近8000新元的布朗登折铁脚踏车 除此此外 易华仁还曾多事项林征控股董事林国成 索要钢档威视剂和红酒 并从酒店与房地产大衡王明星接受其他贵重的礼物 然而 这些物品均未按照规定向新加坡政府进行申报 严重违反了新加坡公务员的连接守则 法庭在审理的过程中 法官宏成立特别强调 作为高级公务员 易华仁理应遵守极高的连接和诚信标准 但他却滥用职权收受礼物 其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 也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尽管辩方律师请求法庭判处不超过8周的监禁 但法官最终认为 易华仁的行为对公众信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除行理由不足 最终判处他12个月的监禁 易华仁是在9月24号认罪 并为今天上午出席宣判庭审 法官宣判判决后 他将自10月7号起开始服刑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案件是新加坡首次元允刑事法 第165条进行审判 这不仅是该条款 首次适用于前内阁部长 也是该条文的首个判例